本朵并为观影后的众人类心得可能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要先了解电影的背景的无为介绍 可由上面的连接进入 在MTB的网站上缔造了高分评价 十集星球电影的最终章 到底有什么精彩特别的呢 这里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星球崛起终极决战 这次的故事是发生在星球崛起第一集 星星C者起意逃离的15年后 也大概就是在星球崛起黎明的晋级 人类与星星百姓发生冲突的5年之后 在这段期间人类与星星不断的有零星的冲突 而电影是以人类的部队在森林中 寻找星星秘密藏身之地作为开始 人类与星星在这几年的相互对抗之中 彼此都有不少成员的损失 而且在经历第二集Koba的叛变事件 星星出运中有不少之前追随Koba的星星 都改投靠到人类的阵营 由于人类有了这些星星叛徒的协助 所以在寻找星星他们藏身地这一方面的行动 变得简单的多了 然而星星他们还是拥有森林主场的优势 人类想要一举攻下星星的要塞 还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在一次获胜的当中 西蛇他们就服了一些人类与叛变的星星 虽然今天第二集Koba率领星星与人类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但是西蛇还是主张以保护星星们生活上的安全为主 不主动与人类发动战争 在服务人类士兵Pretio之后 西蛇并向人类提到 战争不是由他而起 希望与人类和平共存 人类将森林保留给星星 星星也就不会攻击人类 并释放了Pretio以作为和平互信的基础 不过由于这个基地已经被人类发现 加上西蛇的长子 蓝眼也刚好完成了勘察的行动返回到基地 所以大家也做了决定要撤离这里迁移到另一个梦想的棋息地 有别于1968到73年之间的星球旧版本 是以穿越时空到达过去的因果关系 来造就未来的星球世界 在这一系列星球跌领 是以人类企图利用科技超越掌控自然 但却演变成自私的果来作为星球崛起的序曲 再加上病毒灭绝了人类的末日启示录 来作为星星们发展的舞台 第一集时 星星们得到了智慧 代表了星物种的诞生 有了思考的能力 为了要追求自由 吸射带领重星星们逃离了人类的实验室 乍然进入了森林 在第二集开始有星星出来挑战 吸射的领导地位 运模的叛变也造成人类与星星之间的纷争 并打破吸射AppNakio App的教条 这代表了 星星在有了智慧之后 也与人类相同 仍是有黑暗的一面 在仇恨 权力以为求生存的驱使之下 一样会开始沉沦 而到了第三集 星星们则是要面对更多的难题 剧情则是有更多的冲击 更多的虐心 在初心中 开始有信仰 意志不坚定的星星 受到叛变星星的煽动 也开始叛逃并出卖了族群 结果就造成了 吸射洞穴遭到人类部队的突袭 在人类的突袭行动中 吸射洞穴遭到麦卡洛上校的袭击 老婆长子狼眼惨遭杀害 而这样的打击 则是点燃了吸射复仇的熊熊怒火 在住群其他猩猩动身前往新的栖息地之后 吸射便与几只要好的猩猩 开始追踪上校的下落 而这又将会是一场吸射艰辛的磨练 由于复仇的意念 营绕在心头 就像库巴仇恨人类一样 吸射的善良人性也渐渐被仇恨给蒙蔽 内心也开始向黑暗沉沦 最终上校军队的途中 在一个人类住处 吸射杀害了无辜的人类 并发现了一个小女孩 虽然吸射不赞成 但是莫瑞斯还是收留了这个小女孩 而这个纯正善良小女孩的加入 也为吸射的复仇暴力之心 注入了一股温馨的力量 慢慢地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前面引发全球人类灭绝的原流感病毒 原本受到感染的人会七口流血而挂掉 但是在这集当中 病毒发生的突变 受到感染的人智力会降低 并失去说话的能力 不过似乎变得没有那么的致命 小女孩就受到了感染 变成不能说话 也丧失了一些记忆 但是可以与猩猩们互动 还是有一些学习的能力 从个角度来说 就像是退化成猩猩的智力那样 由于小女孩很喜欢一个雪佛兰Nova字样的名牌 莫瑞斯帮小女孩取名为Nova 而Nova有New Star 星星的意思 另外 大星星Luca与小女孩的音通话情绪 也因为Luca的牺牲 让故事变得有点凄凉与哀愁 在一个废弃滑雪场的旅客中心 吸着他们发现一只会说话的星星 它自称是坏猩猩Bad App 是这次店里面比较有趣 诙谐的角色 它是来自于山脉动物园 而坏猩猩名字的由来 其实是来自于 那对猩猩骑士的责备而来的 以Bad App的例子来看 可以知道猩猩透过病毒的传染 也可以变得聪明 而且终于Bad App与Nova的状况 也可以知道地球未来的骑士 将会变成景色的人类 智力越来越退化 而高智慧的猩猩则会是越来越多 Bad App在此提供了 上校军队位置的资讯 然而当希瑟抵达军队基地之后 才发现他的族群弟兄们 早就被军队给逮捕 全部都穷尽在这个基地里面了 五迪哈雷虚运饰演的麦卡洛上校 是一个人类军队的领导人 他下令处决了所有感染病毒的士兵与人民 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而他这样能写长包的策略 则是引来其他人类领导者的不满 所以其他军队正准备向上校发动攻击 大猩猩Rade就是当初追随Coba的猩猩之一 虽然投靠了人类 但是人类其实是不太尊重这些猩猩的 都叫他Donkey 而除了是投靠了猩猩之外 上校也容易了西蛇的族群 用来修筑基地的围墙 一心想要拯救同胞的西蛇 在基地附近不幸被逮 然后也被关进了饶容 被迫必须要跟大家一起修筑围墙 并且忍受着各式各样的折磨 在前面两集 即使星期日主角人类方面 仍有相当多的角色与互动 有各式各样的爱恨情仇的呈现 但这一次比较可惜的是 人类除了上校与Nova之外 其他角色相当理平版 毫无特色 算是拿来充当电影布景的感觉 即使是戏份第三多的士兵Pretcher 也没有太多突出的表现 不过相对的 公投上校偏激立场 乘着冷静的举止 好几幕对商人为了复仇 莽撞冲动的西蛇 确实也为这部电影呈现相当精彩的看点 另外 电影虽然名为终极决战 原本以为会有更多人类与星星的对战镜头 但事实上 星星大部分的时间是被奴役 或是被虐待 大场面的桥段 反而是来治愈人类间彼此的征战 总共来说 这次电影的好看是延续了前面两集故事的张力与深层的内涵 而不单只是靠大场面的轰炸 像是角色间的种族 理念反差的冲突才是电影的重点 这一系列的电影 故事虽然说是星星的崛起 但也是述说一个感人的种族艰辛奋斗的过程 这次重点的重点 整个重心仍然是放在这个族群的英雄 西蛇身上 安迪色克色虽然是以动态捕捉的技术 来表现出栩栩如生的星星西蛇 但是透过他的眼神与动作 确实是可以感受到相当有感染力的演出 这绝对是他最精彩的一次表现 西蛇经历了前面两集的历练 已经是相当杰出的领导 然而这次西蛇所面对的则是更深层的考验 经历了失去亲人的追星之痛 开始释放出内心的黑暗面 不过在考量到整个族群的生存 不能意气用事 乘意识之快 必须要沉得住气 等待机会的到来 终于在全体星星的合作之下 里面外合将整个族群的猩猩给解救了出来 上下午对于感染病毒的人 是相当地残酷的对待 但是相当奉势的是 他自己后来却也感染到病毒 而目睹到这一幕的西蛇 对于复仇事情也终于有所释怀 也放下了他自己内心的仇恨 Apps Together Strong 是电影里面的另一句名言 是来自于第一集十字七色 对于莫瑞斯所阐述的理念 是以一根数字与多根数字 来比喻星星团结在一起的重要性 所以演变到后来 星星在说这句话时 大家两只手都会做出这样的树枝的动作 而像对于星星之间彼此合作 脱离困境 人类在末日之际还彼此互相征战 也难怪人类的军队会被大自然给淘汰 在基地大爆炸之后 剩余的人类也被大雪崩给掩埋过 而西蛇解救了被奴役的星星族群 躲过了人类追杀与雪崩的危机 最后终于穿越了沙漠 抵达了新的栖息地 这些种种也正如同摩西 带领着族人出埃及 来到了迦南地的事迹 而西蛇在了结心愿之后 最终因为伤众不治 採握在好友莫瑞斯的身边 也为这部14集的电影三部曲 画下可歌可泣的据点 嗯...不过也许有人会问 那到底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星球续集电影呢 就目前为止 我个人也只能说不知道 而比较肯定的是 这个以西蛇为主角的故事 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子咯 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